置身死亡星系内部 将看到怎样的异象 是充斥毁灭恒星I抗耀眼光亮 被能量狂飙扫荡的混乱世界 还是被荒凉孤寂笼罩 黑暗寒冷的无尽虚空 其实 容纳死亡星系的 将是一座毫无生机的空气的坟墓 哈勃太空望远镜 在短暂软件故障后 为我们拍摄到了 来自四千万光年外 一张冰死星系的照片 这个即将死亡的星系 名为NGC1947 位于南半球鉴鱼星座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它的形状很像一枚突透镜 如此形状的星系 被称为透镜状星系 在星系的中央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数条尘埃云 其后宽窄不一 在星系核心残余星光的映照下 它们的形状显得格外清晰 与银河系不同 NGC1947星系 已经失去了曾经围绕其中心旋转的大部分旋臂Icon 作为典型的涡旋星系 银河系拥有四条巨大旋臂 太阳系正好位于猎户座旋臂内侧 与旋臂一起绕银心Icon旋转 而垂死挣扎的NGC1947星系 它内部的物质逐渐溢散 星际气体与尘埃云的流逝 不足以支撑新生恒星的诞生 残存的气体和尘埃 已经不再围绕其核心运动 在背景点点星光的映照下 它的轮廓依稀可见 这个曾经辉煌过的星系 正在熄灭 与黑暗寒冷的太空融为一体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发生在四千万年前 也许现在NGC1947所在的星空 已经完全被黑暗吞没 仿佛从未出现过 NGC1947星系的未来 很大可能就是宇宙的未来 根据假说 10的1000次方年后 整个宇宙将在热季中 达到热平衡Icon 但这个时间太过久远 我们难以把握 但至少在今天 无数新恒星在星云深处诞生 超新星爆炸扩散周期表元素 太阳熊熊燃烧 万物肆意生长 细胞一遍遍有丝分裂 我们依旧在中日忙碌中 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 抬头看看大千宇宙 然后和自己说 活在当下 珍惜每一天的阳光